出手 你们说 这个家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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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咋的 爱咋的 谁爱咋的 不许他走了 走得很突然 操劳了一辈子 只留下一处房产 二哥的女儿在独演 不常回家 喜欢安静 需要着保护 三弟的儿子在恋爱 女孩挺漂亮的 外地人 他没有别的要求 只想在北京 有个自己的家 我呢 我老婆去年瞎把门 我差点是摔坏了腿 一家人寄在九米的小房里 一边是哥 一边是弟 老婆催着 孩子求着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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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说 这个家还要不要啊 什么 投资 那 你想啊 这钱放在银行里也是放着 就那么点利息 还不如投点什么呢 投 投什么呀 什么都可以投啊 比如说 基金啊 股票啊 对 主要是艺术 我觉得艺术 投艺术很好啊 不不不 那那那那等会儿 什么意思 投什么艺术啊 哎呀 就比如说 一个很有潜力的歌手 我们先投钱 给他出唱片 然后等他红了 再 再回报给我们吧 不是 怎么了 你 你以为这是小孩过家点呢 你怎么知道他能红啊 你又怎么知道 他红了之后 就肯定给你回报啊 我听过他唱歌 肯定能挣点钱 高兴 那人是不是 你新交的男朋友 不是 是 我同学 高兴 我说你最近变着方的 找家里要钱呢 是不是都因为他啊 没有没有 我就是想 这有钱就投点资 将来可以多赚点嘛 高兴 我警告你 你赶紧跟他断了 要不然小心我 我对你不客气啊 妈 妈 妈什么妈 你家没有多余的钱 让你搞什么投资 那 那不是有一张十万的存折吗 反正那钱暂时也不用 再说了 我又不全要 我就要五万 五万 就要五万 你这口气也太轻松了吧 你真把你爸妈当成提款机了是不是 不许打存折的主意 那钱反正是我的 就当我贷款行不行 回头赚了钱 我加倍还你们 我警告你高兴 你不到出国那笔钱是不能动的 高兴啊 你岁数不小了 都点人事行不行啊 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 你还显摸咱们家有钱 那你大伯二伯怎么看咱们 什么怎么看呀 那那咱俩本来就比他们俩家有钱嘛 我跟你永远说过门了 反正我今天把话搁着 高兴 打存折的主意没门 以后好好的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别跟那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听见没有 行了 我不跟你们说了 真没劲 这孩子越来越不懂事了 你怎么进来呢 你怎么进来呢 你给我的药是你的网啊 把药是还我 这娘 我不就在酒会上出点洋相吗 那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 对不对 干嘛不接我电话 咱们俩好好冷静冷静 一见钟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该是我们考虑考虑 适不适合在一起的时候了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你觉得咱俩哪合适 你觉得咱俩是什么 狼才女貌对不对 长相当饭吃啊 再说了 比你帅的人有的是啊 我没说我帅 我说才 狼才 哪个才呀 你沾哪个才呀 柴或者柴吧 我会绣电脑啊 我会绣电脑啊 绣电脑算不算一脊之长嘛 其次 其次 我 我觉得 我这个人 说不出来了吧 说不出来了吧 说不定咱俩一点都不想陪 没有说不出来 我刚好说被你打断了 对不对 再说你问得太突然了 我都没准备好了 行 那你回家好好想想 等你醒好了再找我吧 告别我累了 我要休息了 好 好 等明天你等会儿了 把钥匙还我 不还 把门带上 资金子 真酷了 谁哭 一哭还刮着眼泪 来来来 擦擦 眼泪啊 眼泪咋都气干了 是这样 这也怪你 你说你去找陈亚萍 干嘛不提前给我说一声 我以为我逼他一下 他能害怕吗 陈亚萍是谁啊 他能怕你 谁知道他那么狡猾呀 真是 不是你这一去吧 还真真麻烦了 你这么直不动眼地去找陈亚萍去 刚才回来路上我就想 他会不会觉着什么味儿的 他能觉出什么呀 你看啊 你去厂里 问爸那个房子的事 房房客 是吧 陈亚萍和三比咱们富 再说他天天往 爸爸那那那那工资啊 一点往那儿跑 比咱人熟 你自己想想 那怎么办呢 惹急了我 我跟你说啊 我一咬牙一跺脚 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回来 把房子没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把所有积蓄都 把所有积蓄都 把钱拿出来买房子 不是 你想啊 房子没了 你日子不是还是过不下去吗 这怎么什么事啊这是 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爸留给你的 到头来 还让我们家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买房子 什么家这都是 我跟你说你这屁肃 你就天天窗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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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弄得我都不敢说话 你你你脑子你转一下 你想想你转一下 就是房子客说 房子我们告诉我 这房子归你们了 你不得还得花钱吗 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心疼钱 今天我在车上听那句话 我觉得就特别转 你给力 你这时候得给力 是吧 你万一 老大 老三 咔 钱掏出来把房子买了 咱们欢欢就得上 上大街上睡去 那 听你的吧 买 买吧买吧 买 你得把那存植给我啊 存植不是在你那儿的吗 我明天给你 我跟你说你这天就跟你出了主意吧 你明天你肯定变 你肯定变 你肯定变 我明天给你 你 你吃了没有 电话怎么说 常理说了 什么 交了钱房子就是咱们家的了 啊 就那手续的一个月以后才能下来 一个月啊 走吧还擦什么车呀 一会儿 那个房本和死亡证明 不是 好 进来 那个潘准 我有事跟你说 你说 怎么样 那个我想 撤回那个选题 为什么 不是因为那个选题是 潘准 那个选题吧 是我们朋友家的真实的案例 那个我不想侵犯他们家的隐私 所以我想换了不报了 那不行 都报到皮总监那儿去了 报上去了 不是 你别不是莉莉 那个选题皮总监很看重 你现在要真撤回他他会很失望呢 对你也很失望 啊 怎么回事 不是那个真的是我们朋友家的隐私 我不能那样 就是 那 就我没法做了 你是不是怕得罪朋友啊 你这样 你就跟他说呀 咱们对他也负责 咱们不知人道姓 不知道他是谁吧 咱们给他脸上打上马赛克 看不清他脸 这你这选题也做了 你两全其美了都好 不是 怎么跟人家说呀 这是没法说潘俊真的 快快快去 你那个 就这么做落实了就可以了 好吧 我这电脑 这窝里怎么老不启动呢 怎么 不是潘俊俊那个我 我真的是想来跟你说那个 你会那窝里的吗 窝里的 行 我我跟你把莉莉叫进来 好 爸 爸 爸呗 爸 你干嘛呀喊什么呀 我妈 妈 那不那么出房子吗 妈 妈 妈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几个份干什么呀 开会 开会 来来来来 你坐着 坐着 二楼坐着 爸 你干嘛我这算命啊你这 算什么命了吧 我告诉你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 咱不要那套房子 自个儿买啊 这不是说废话吗 咱们要有钱买得起房子 不早买了吗 这房子一天一件都涨疯了 你拿什么钱买啊 不是 你看 你们就 不能我把话说完 我是这么想的 咱把爷爷那房子 卖了 那房子卖完以后 四件 一件至少能分个七八十万吧 然后咱们到时候再拿出来件 交个首付 剩下那房子裸供 怎么样 你别说啊 大飞这主意啊有点意思 前两天啊 姐夫把我叫去 二国三国都招在一块 他就商量这事 他就说呢 咱们家不是想要你爷这房子吗 他说让咱们把这房子给买了 我说咱家没钱 后来他就说呢 让咱们家把现在这房子做一抵押 完了再把你爷那房子给买了 我觉得这事啊 不踏实 我就没答应 我也就没跟你说 那按大飞这主意呢 就是 把我爸的房子给卖了 对对对 完了怎么 怎么着 交给首付 对 交给首付 完了他越贡 这么一来的话 我觉得 姐还有三国肯定没意见吧 那他们俩要没意见 二国也就不好意思不答应啊 反正咱家这房子可不能比啊 你说这房子一抵押没招没落的 坐着都不踏实 对对对 老飞啊 你这回出的这主意啊 比你大姑父出的主意强多了 我看行 行了吧 你先别夸我 就这个事能不能定 这事你别管了 我来办就行了 不是 我不管不行 你办事呢 太慢你知道吗 你现在首先问题是 先把四家约来开会 因为怎么样 这个房子 你别什么事都你给我安排 我自己有我的方法 你过去干干嘛干嘛去 走走走 不是你走你的 你怎么又急了呢 照着你 我觉得这事 行了 现在是嘚瑟了 我想着你 就不能说 哎 哎哎哎 把这招行 说不定能成 啊好 没问题 哎 我不跟你说了 喂喂 怎么样姑铁 钱回到了没有 没呢 我妈打电话说今儿有事 把什么给我回 哎 哎 你上次说管我偷那另外五万块钱 怎么样有着落了 哎呀 我那个你就放心吧 我告诉你 我有一张十万的存折 那是我老妈 偷偷给我存这儿出国留学用的 只要我搞定我老妈 没问题的 哎 好走 靠串去 走 小娘 快 好 换衣服 走 我带你看房子去 看房子 啊 你中彩票了 哎呀没有 我 我就没买过彩票 那你拿什么钱看房子 事就这样了 哎 哎 听我说啊 我现在想个办法 把我爷那个房子给卖了 那么大个房子 你想想 四家分 至少一家得分个七八十万的吧 咱付个首付 挺好啊 那你爷的房子已经卖了 还没有呢 我爸现在正跟他们商量呢 我想咱俩先去看看房子 你等着钱一到位以后 咱就交了 省上市到时候拿着钱再去看房子 多浪费时间 高飞 你永远都是这样 八字还没一撇呢 说到跟真事似的 到头来只会让我陪着你吃吧 不是 八字咋没一撇啊 卖房子这是好事 卖完以后大家分钱 他们肯定会答应的 你总得按那逻辑来好让别人 你以为谁的想法都跟你一样吗 你 你 别老提升那么高的思想 肯定会这么想啊 那 你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我累了 我要休息一下 就这样了 走吧 走吧 走 小娘 等你八字有一撇再来啊 现在八字就有一撇了 半撇都没有快走吧 小娘 快走吧我累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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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有个人找你他是不是实力 你让我进去 行 表哥 不是你头来我这规矩点行吗 那 不是都是你手下吗 什么事啊 表哥 爸 小年又跟我吵架了 嗯 然后呢 我想来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呗 我说你们俩吵架宗招我干什么 我这忙着呢 没工夫搭理你啊 不是 有办法 老高我是这么想的啊 你说 你让他去上那个新人秀那个节目 他肯定就好了 他现在是没工作 然后他就跟我发火 我要么有点工作以后 他情绪就好了 真的 来 这你家啊 说上就上 我成什么了 那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吗 行了 我考虑考虑 回去吧 回去吧 不是 表哥 我想啊 你今天要不给我准话啊 我肯定不能走 问什么意思啊 威胁我是吧 就你不答应我 我肯定不走了 你放手 你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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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大菲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这样 变成人也得希望能为了 你要是放手 我还能考虑考虑 你不放手 我肯定不放 我肯定不放 你放不放 我真不放 这哪里没办法 行不 那你放手我答应 真的啊 哎 什么样啊 你外面全是人 哎 我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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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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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子 霍晓婷表弟 霍晓婷表弟是吧 对对对 你们先上去 走了 来 上次见你 你还喝大了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喝大 找话题 对 走 我带你上去 不是不是 我找你 找我 找我干什么 找你 就是让你帮我求我表哥 让我女朋友上节目 谁说的 你让我求你表哥 帮你女朋友上节目 对 你不是他表弟吗 你直接求他不就完了吗 我表哥那个人死心眼 我求他不懂得 我让你帮我再跟他说说话 你都说他死心眼了 我求他能好使吗 你们俩这关系 我知道 这 是 嫂子 别乱喊了 别人听见了都误会 不是 我开玩笑呢 就是我跟我女朋友最近吧 闹得特别僵 我就想说 让他上个节目才能高兴 我就想求求你 闹僵了 对对对 怎么回事啊 因为房子 房子 你现在一套房难倒英雄汉 你跟我说说这怎么回事啊 说来话长 爷爷过年时候去世了嘛 嗯 就留了那么一套三十一厅的房子 我爸是长子 我是长孙 嗯 我就觉得这套房子 就应该是我的吧 打算是什么呢 拿到房子以后 我就跟小天结婚 嗯 结果 我二叔三叔不让 特别是我二叔 死活占那套房子 他就助理了 后来呢 也发生点矛盾 他就把我爸也点了 你都 姐姐 我得带一下 你 当时我是挺生气的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他 我说你小子一婚不散啊 你还不走啊 你看 他就这样 不是你跟他聊什么呢 嗨 人家来求我 叫你帮他女朋友上期节目 不是你 你小子学会找援兵了是吧 我这也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 是不嫂子 他再乱叫我不帮你了 他又已经跟你去 你看 人家对女朋友多好 就看着人家 一往秦深的份上 你也应该帮他 你看他这么好 你让他上你节目啊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那是新闻节目啊 怎么上啊 那我不也得慢慢安排吗 你又来了 你又来了 一跟你说点什么事 你就慢慢安排 你是不是都习惯 打官腔飞眼人了 在家就这样 是吗 对 你说上一个节目 你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什么叫一句话的事啊 你那么黑白分明的一个人 学会叫别人假公寄私了是吗 这是你表弟啊 求你办事都求到我这儿来了 你说你这表哥 你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我 我不尽 别别别 表哥 就给一次行不行 行 行 对 对 那个 小娘是吧 对 我见过条件挺好的 是 是不是 像你的节目也不难为你啊 对吧 对啊 小哥 谢谢你 我答应你了吗 答应了 是不是答应了 答应了 肯定是答应了 下不为例啊 要不是看他面子我跟你说 我知道我 我 启发了吗你 那个 我就不用请 让你们请我 那 我赶快回去把这个消息 告诉小娘 他一定很高兴 啊 我走了 快去吧 谢谢嫂子啊 谢谢嫂子 来来来来来 你看他那样 我跟你说以后高飞找你 你就别搭了一趟 这小子得寸几时 没案没了的 那不也是你表弟吗 啊 就因为是我表弟我 所以我才了解他 哎 你 你刚才 一直陪着在哪里帮我啊 可不是吗 嗨 也没什么 就瞎聊了两句 打电话不就完了吗 带你吃饭去 赶紧吧 行 赶紧 你凭什么认为 房子就应该是你的呀 就凭我爸是长子 我是长孙的 你其他两个叔叔 怎么认为呢 我那俩叔子反对呗 尤其是我二叔 现在啊 就站着我爷的房子 就是不走 我当时为什么要按电话录音啊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 难道是我潜意识里 也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李慕子 你怎么回事啊 那好 你通知他们俩呗 挂了啊 大国说想出一个比你还好的办法 说大家肯定喜欢 肯定能同意 是吗 那感情好啊 还不知道又出什么馊主意呢 上回就说想出好办法来了 这回还不知道什么幺蛾子呢 你只要能心平气和做些解决呢 就是好事 我懒得去啊 你替我去 我去啊 我病着呢 那要让当场拍板我就做主了 那就太好了 如果那样的话 我就谢天谢地烧高香了 如果那样我们高家 从此就消停了呀 去姐夫啊 您您您进 三国都到了 姐夫来了 来来来来来 姐夫 我姐她 我姐她 她身体不太好 我全身代表了 不是 就是今儿要说的事 挺重要的 您您代表得了我姐吗 没问题 我能做她主 是啊 来来来来 坐 我呢 老不来的去 每次都这样嘛 这不下单五五五 这耽误别人时间啊这个 来来吧 来了 来了 二伯来了 来来来来 二伯来了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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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 来 里边 坐坐坐 你坐那儿干嘛呀 多变腻我去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去 张岚 我们一块儿聊聊你 你先回回我 好 怎么总是最后一个到啊 不是 得把客人送到了吧 行行行行行 都到了 都到了 我就赶紧说啊 今天呢 咱不说别的 秀谈房子的事 假如这就是咱爸那房子啊 我呢也不绕弯子了 开门见晒 关于我爸这房子啊 我想出了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我想啊 我要一说出来 你们大伙儿肯定同意的 那你这个你说让我听 行长啊 咱们把咱爸这房子 给卖了 嗯 你们想想 现在 按市场价格 卖这房子 得三百多万 四家们平分 四七二十八 一家能分七十多万 是吧 那你像姐夫 你家有房子 三公子 你们就留着那钱就行了 二哥 你看咱们这没房子 就可以拿这个钱弄你首付 如果要想买大的 那多掏点钱不就行了吗 这且比咱们四家人都要这房子 都想住它要强托了 是不是 这个老爷子这房是单位的 要买得先过过到个人名下才行 这容易 我爸过市之前的单位 就已经同意这房子归我爸了 只不过就补办个手续就行了 那过户到谁名下呀 过户到我这儿 你们放心吗 我放心哪 今天咱们都头对头脸都脸的 把这事说清楚了 咱们都是男爷们 日后谁要反悔 那也忒不住东西了 我想了 咱们把这房子过户到姐的名下 然后再专手卖 这这大伙总放心了吧 行哪 没少费心思 连细节都想清楚了 保重的没用呢 你就说 我这周 干不干吧 我都行 你是房子落我这儿 还是钱给我 我都行 我觉得办法还行 那我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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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秀也没意见 那行吧 二哥 这恐怕你也没意见吧 挺挺挺挺好 挺好 但是给给给给 姐夫 三哥哥给你们汇报一下 房子我买下来了 什么 这八个房子给我买的 你是开玩笑的吧 没开玩笑的 真买了 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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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证明 在我手里啊 你怎么过得祸啊 不是 这这不小菜一点吧 你再到医院补一张 不就完了吗 不是 不是 喝了不 行 你真行啊 我原来以为咱们哥几个 就我富裕点 合着你是身藏不落啊 你 房子 我说呢 前两天王洪会找我们家艾萍要钱 合着是为了这事 三百万 你也真能拿得出来啊 没花这么多 那是 那是多少 这 这二哥我问 你那手机在哪儿办呢 爸房管科呀 这房子房管科不是说早给咱爸了吗 那个我拿着这个死亡证明 补的那一账 还有那个 房还本就去房管科了 然后我给他们说了说 说了之后 说内部处理 我就给折合了一下 就回来了 不是 那部是合多少钱啊 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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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这个 这谁能想得到啊 这个 告诉我 爸的房子 你这个给买下来了 真买了 就是他得等 还得等过户啊什么的 时间上还得等一段 但是那个名是我的名了 不是你凭什么独占爸的房子呀 这怎么 这怎么是独占的结婚 花钱买不就要独占吧 不是 这是爸单位分的房 你有什么权利 内部认购 你内部认购之前 你跟我们大伙谁商量了 不是就 我就给王洪商量来上了 那是爸留给大伙的房 你就跟王洪商量呢 你不跟我任何商量 你就独占 你 你他妈 给我 还回来 听见没有 哥你这就 你说你一急吧 你就骂人 你骂人也没用 现在名是 我的名 刚二国 我骂你 没用啊 我他妈打你 我 我 你刚二国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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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的 大爷的 你干什么 我冷静个屁 我冷静 大虎 你放了你 姐夫你没事吧 小心 我我我没事 那个弟妹 你赶紧劝大伙啊 我赶紧回家 我和大秀说一声 那个 三 你走走啊 高二国 我干嘛跟他没玩我 你先来吧 你干嘛呀你 去世了 我发生 我发毒誓 我让高二国 这王八蛋 把这房子给吐出来 我就 你 跟他一声 你闹什么呀你闹 一个是 你们俩都性高 闹 闹成什么呀你 六号主播展上表演区 这个部分看一下效果 紧张起来 紧张起来 小敏 以后再来看 这句话是想要留 先想要留 留 霍总 霍总 我觉得这句话有点问题 这句话 这句话可以留 你相信我增加节目效果 太是 总理 可以留 相信我 那个 表哥 来了 对了 小米 你去带于小年去化妆 四十分钟后节目开始 准备好你的节目了吗 可不可以小米姐来 给我了 那快去忙吧 快去吧 来 谢谢小米姐 表哥 你们这气氛太好了 我能干点什么 你 你这样吧 你给大家发点水喝 发招 来了 发招 什么 带他去给大家搬点水 回去吧 回去吧 好嘞 那我跟他去 回去吧 来 我家装起来 服装组 服装组六号选手衣服 都有些装饰给的 换套衣服 又婷啊 你看这句话 我把它改了行吗 这句话呢 特别开场不给力 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留 为什么呢 这句话可以增加 煽情的环节 可以过去嘉宾的回忆 你觉得呢 去忙吧 快去 好 这 好 水来了 快点 好了 大家再来 接着啊 来来来 后酒 后酒 来来来 三国 回来了 干什么去了 怎么才回来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才进货呢 这不一办完事 我就回来了吗 什么事啊到底 爸那房子 让高二国抢走了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那不价 五十万 就把那房子给买走了 五十万 怎么才五十万呢 年前咱爸单位 不就说好了吗 那房子归咱爸 再加上咱爸 交了几十年的房钱 还有 工灵 工县什么的 折合下来 也就五十来万 自以为挺聪明 还是聪明不过 那个高二国呀 这下好了 鸡飞蛋打 一分钱也落不下 岂有此理五十万 那就是白给他 我算了 说好了 咱们能落下十几万 背后还得让人家 指指点点的 好 高二国他够狠 咱们也不能白吃这个亏 不吃亏能怎么办 你能怎么办 房子已经归他了 能怎么办 让他赔钱给咱们三家 找高二国赔钱 那是找铁公鸡拔锚 可能吗呢 他要是不赔 就照上姐和大哥一块告他 告他 告他 你瞎 这房子是四件的 你们三个没有同意 去签字给他 他没有资格买 而且那死亡证是他补办的 就凭这两条我们告他 有胜算吗 找个律师朋友问问 好 让他赔钱 不赔钱 就他跟他打官司 哎呀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他来这一处呢 哎呀 有吗 我怎么没看到 郭总 哎 谁呢 以后啊 做事脑袋连着我 我总的来说不错 加油 去吧 去忙吧 怎么还在这不走啊 我那个 想你还是问 老哥 谢谢你让我上节目 我们请你吃饭吧 别了 我晚上还有事呢 不吃了 能那么忙啊 这也吃一个呗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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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那行 那别站着走吧 哎 对了 小年 你街机路得不错啊 加油 谢谢小哥 真的 那什么时候能看见啊 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 好 快催吧 哎 快去快去 那等会儿请你吃饭啊 好 同事们 谢谢啊 辛苦了 霍总 霍总 先车了 哎 邀婷 对 我觉得今天 三号女孩表现挺好的 肉啊 要不咱俩出去吃肉啊 咱俩出去吃什么呀 哎 你穿上 回家吃吧 回家吃也行 嗯 回家吃省甜 你穿上 不冷啊 你穿这咋出去啊 嗯 嗯 妮儿 我去买金面去啊 咱俩庆祝一下 你想吃什么卤 好 好 好 咱俩分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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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弄什么 我没跟你弄 没开玩笑 你分手 干什么呀 啊 你说 节目节目也上了 我该做的也做了 那怎么 怎么要分手了呢 你说外边有人了 谁啊 那天送你回来那个 给你买包那孙子 你别多问我 没意思 那晓妍 你 你不能这样 我知道是房子的事 啊 晓妍 我现在回家跟我爸说 好吧 咱明天 咱就交钱 咱订房子行不行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啊 不是因为房子 什 我什么都不因为 我就不想跟你好了行吗 就算现在你有那个套三局史 我也不跟你出了行吗 晓妍 晓妍 你别跟我说那些什么 你不因为什么不可能 你跟我说到底是因为什么 不可能什么都不因为啊 我就不想跟你出了怎么着吧 晓妍 我知道我最近做得有点不好 不到位 啊 但是你知道房子那个事 我爸他一直在努力着呢 晓妍 你别着急啊 你真别着急 那个 我现在回家 我跟我爸说去 你俩不吵不闹 也不分手好不好 狗飞 你跟爸我逼疯了你知道吗 你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你原来只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你总是把你想法强加于我身上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晓妍 你千万别这样 你可能是录节目 有点累 你上楼休息 好吧 你上楼休息一会 你上楼休息一会 我现在要回家 和你爸说去 好啊 咱明天去看看 好啊 你爱干吗 跟我没关系 你累了 你现在上楼 你上楼 你休息一会 我明天我过来找你 好啊 惹 dus も DK 你上去了 好 好 那就这 你俩 谁带你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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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